慈大附中中學部以及國小部一共94位的師生 他們是走出了教室到農場來拜訪農戶 並且到東華大學的綠色實驗餐廳來動手烹調 從了解食物的種植產出到自己親手來做一餐 學生們走出了教室體驗不一樣的學習 而另外在慈濟技術學院的學生們 他們也到農場來認識強調生態平衡的有機耕作 而由慈濟基金會宗教處來安排課程 期待學生不只學習以更友善的方式對待環境 還能夠結合了專業向更多人來推廣綠色消費的觀念 穿上青蛙裝吃力的踩在水田中 採收當季的角白筍 不少人都是第一次下田 興奮的當場享用甜美的成果 我們就一步一腳印跟著農夫的生活型態一起下去採 然後在裡面我也體驗到農夫的辛苦 然後以及採收成果的那個興奮的感覺 這是慈濟技術學院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的戶外教學 透過實作認識社區自製型農業 支持在地農夫 也希望結合學生所學 向更多人推廣縮短食物里程的綠色消費 希望能夠同學們能夠思考一下 我們怎麼樣在這樣綠色創新的一個行銷企劃 穿上圍巾 戴上頭巾 學生分工合作 動手做午餐 看著農田裡的作物變成餐桌上美味的餐點 大家不只有成就感也更懂得珍惜食物 讓孩子覺得這個過程其實是很有趣當中的話 其實又很具有教育的意義 走出教室實際體驗 學習課本以外的知識 大朋友小朋友一起用行動友善環境 帶來新聞 真善美志工 陳榮欽 郭佑銘 花蓮報導 我答應